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次帶大家看仔細囉 明天九十週休二日啦 大家有沒有想好 要去哪裡度假呢 今晚看看帥爸爸艾達 要帶大家去哪兒玩囉 首先我們就先來看看 這份調查 觀眾朋友 你是一個有魅力的人嗎 那你開的車 是不是跟你一樣有魅力呢 我們來看看JD Power 公布了二零二三年 最新的新車魅力調查 其實這幾台車 在台灣都買得到 來看看你的愛車 是不是上榜了 對 其實這個是所謂的 這個JD Power所調查的 新車魅力 那它其實很多很多款車入榜 那我們把這十台車 就是台灣有販售的這十款車 把它列出來 那基本上我快速介紹一下 這份調查 那它是針對 從去年二零二年的十一月 到今年二零二三年的二月 這三個月裡面 大家買的新車的這個 美國的買家 那整個有效的這個調查的這個 分數是八萬四千多份 所以 對 相當值得參考 對 沒錯 它基數非常大的 那它裡面做調查 大概分成十大項目 有非常多 譬如說你的開車的感覺 舒適性 或是你這個多媒體介面 使用的狀況 或是你的耗能 油耗的表現 十大項 妥善率什麼這些 對 非常多 所以它看一下 你買了新車之後 你到底買不滿意 譬如你這新車 魅力到底高不高 OK 這十台車 我覺得可以快速介紹一下 我們先看這前面五台 那當然有各級距離的 那KIA的話 就佔了三台之多 那我覺得有些車 跟台灣市場 有一些關聯性 除了它在台灣市場 有販擾之外 在台灣的這個銷售表現 也相當的亮眼 譬如說Carnibor 是 這個所謂兩百萬內 兩百萬以內 這個所謂的真正的 對 五米車長的 大型的MPV7燈座 就非它莫屬了 是的 而且它 基本上我記得 它這個主力的車款的價格 大概一百八十萬左右 那可是你的對手 Sienna的入手價 就要兩百四十萬 是 所以它一開始就號稱 我可以用以前的 Odyssey的價格 換上你是更大尺碼 更好的享受 更豪華的配備 所以它在台灣很受歡迎 那很不意外 在美國也非常受到歡迎 那電動車EV6 這也不用多講了 一直以來在台灣這個 新車的這個純電車的 電動車掛牌量 一直都非常穩定 甚至因為供不應求 現在還是在處於 要很長的一個 後車期的狀況 對 OK Slinger當然這台車 大型的四門跑車 已經確定沒有後繼無人了 但是我也 最近也開過它這台車 跟這個所謂的 大型四門Coupé的這種 概念是運動性性能 甚至內外設計 雖然說它可能已經進入 所謂的產品墨型 但是還是非常有高的 一個魅力在 也能夠入榜 我覺得不意外 OK 下面兩台是B&W 那我覺得 全系的大台灣7系列 也同樣是不意外 因為它等於是 完全展現了 B&W最新世代的科技 跟所有的這個氛圍 然後所有的最新的 一個設計都在這邊 那縱使你可能還是 不習慣它的外型 但是說真的 我看了7系列之後 因為這個S-Class 也大改款沒多久 你發現S-Class 當然S-Class不是不好 但7給我們那種 7又更好 對 這種蛻變的感覺 全新的一個世代 哇 那種印象 非常非常非常強烈 視覺的刺激比較夠 對 沒錯 所以我覺得也不意外 那當然S-Class的話 我覺得相對起來 就稍微比較 老實說啦 畢竟這個產品是 小改款玩 然後比較產品 後墨型一點點 那至少我覺得 這個流性的 這個跑旅的造型 看起來也是非常受到 美國市場的喜歡 也是相當有魅力 對 沒錯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舞台 那B&W S也不意外 這台車在台灣 上半年銷售量破千台 對啊 三百多萬的純電的 這個大型SUV 那台車一樣的 它的全新的外觀的造型 就全新變成了一個世代 然後這台車又很舒適 空間又很大 毫不意外的 美國人一定喜歡這種東西 那MINI有兩台的路綁 這個Cooper 五門的Cooper 然後跟這個 Countryman 當然老實說這兩台車 也進入所謂的 準備要大改款的世代 但MINI一直都有 它的魅力存在 就所謂的 這個很有個性化 操控相較於同級 是很刁鑽犀利的 那很不意外的 也能夠讓這個 喜歡這樣類型的這個買家 獲得一個很青睞的一個感受 那B&W S是有 我說我比較覺得 滿有趣的 因為理論上 這種小型車 美國人比較不喜歡 如果你今天是C-Class入榜的話 我覺得好像 好像比較能夠理解一點 大概C-Class表現也非常好 但不管怎麼樣 這美國人還是喜歡 這樣一個所謂的 中小型的四門跑車 一個設計 還是說年輕人開得居多 也許 會不會 對 我覺得沒錯 就是其實外型非常流線 然後操控其實動力表現 也都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應該有 它的魅力存在 那我覺得LANDROVER的 LANDROVER也不意外 非常大改款 你坐到車上都不想離車了 對不對 沒錯 對 難怪這個 這些所謂的 乘風級的LSV買家 一定會都要滿意 好 我們介紹這個 十台車的這些車 其實裡面 我覺得還可以再分享一下 其實所有品牌裡面 Key是唯一這個路綁 它的車款更急劇裡面 它路綁獲得這個優選 是車輛數最多的 總共有七台車 在各急劇裡面是綁手 用車海戰術嗎 我覺得車海產品 已經是非常齊全 沒錯 那我就有呼應說 其實Key啊 你看台灣這三個月 銷售量是每個月都破仙台 對啊 那除了台灣人喜歡之外 美國人也非常喜歡 Key啊這個品牌 它的新車 有七款車 是在各急劇裡面 是站上綁手 是獲得美國人最喜歡的 一個新車的一個狀況 了解 好 謝謝小鐘為我們分享了這個 Key啊 竟然是很多榜單裡面的彩蛋 其實不意外啦 你會發現呢 各種的這種排行榜裡面 幾乎都會常常看得到Key啊 是不是 那我們就來了解一下 Key啊 最近到底在忙什麼 有沒有一些新車的消息呢 當然有 這邊先說一個故事 它既然是現在 剛剛講的 美國最受歡迎的品牌 其實在台灣其實也逐漸是 因為我之前跟一個二十幾歲 女性來聊天 我說如果你要買車 也想換什麼車 他說我覺得Key啊 我說Key啊 哪一台EV6 所以EV6真的是帶來很大的效應 那在EV6之後呢 我們從四月 我們到韓國開了EV9之後 我們現在又期待了 另外一台新車的到來 它就是今年三月 可以在中國的車展上面 首度亮相的EV5 那在EV5 它是當時是概念車的階段 可是據傳大概八月底 它就會在中國成都車展手演 它的量產版本 而且在十一月左右 就會在中國當地這邊來發售 那但是呢 雖然在中國生產生產 在當地發售 可是它未來也會在韓國 也會在包含墨西哥等地的工廠 去做生產 所以供應整個全球的海外市場 所以首發是在中國 對 首發是在中國 然後它當然 依照它的整個車型的設定 它是一台中型的SUV 那它當然是鎖定了 全球戰略化的市場 那另外雖然動力的配置上 目前沒有進一步的資訊 但是可以想見的是 如果我們拿EV6來做比對 單馬達是一百七十匹馬力 那或許真程版 可以到兩百多匹馬力 那以EV5的這個個性 它的買家來講 大概也是落在這個範圍 那或許KIA有機會 會讓它衍生出GT化的車款 或者是說它有另外一個 Performance 四輪驅動的車款 對 四輪驅動GT化車款 這個都會是有可能 可能未來是看市場反應 那我們再來看到它的內裝 內裝 對 這個內裝也是假想圖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幾個重點 第一個 簡約化的一個氛圍 那一個橫畫式的螢幕 大型的螢幕 包含有點方形方向盤 但我覺得這個未來量產盤 可能不會有 但是我們看到這兩張圖 這重點 然後第一個 後面可以形成一個平台 你不管是桌子 上面要擺電腦 還是你要野餐 其實你後面第三排 這個平台 它不是第三排座椅 它是平台翻過來之後 你就變一個休息的空間 這個好好喔 就是行李箱這樣 變成一個桌子耶 對 那你只要面對的是 湖光三色 那你就可以在那邊 享受你的野餐 然後看看風景 那天氣不要那麼炎熱的話 當然更好 如果抽電腦更好 夏天更適合 對 然後這一張圖我們看 對開市的車門 可能大部分的機率是不會有 但是座椅可以翻轉這件事情 有可能會爆料 EV9好像上面就有對不對 EV9就跟EV9一樣 它座椅可以翻轉 一樣你可以變成一個 野餐的平台 揪氣的空間 那這個也是因為電車的架構 跟原本的燃油車架構 是大不相同 所以它有更好的一個空間的利用 去達到這樣子一個速球 那EV5這台車 我覺得是大家可以再期待的 因為它是真的是對重 家庭買家的一個集聚 而且根據非官方的一個說法 它大概是落在五千萬韓元 就是入門價 五千萬韓元大概是一百二十萬元台幣 那它大概橫跨到一百五十萬元 左右的一個區間 相當於它的燃油車的 Sportage的這個範圍 對 所以其實以現在CRV 我剛公布的價格看起來 其實多一點點 甚至是無縫接軌 你就可以擁有一台 這麼有魅力的車款 當然我們國內進口價格 可能再稍高一點點 所以再墊高一點點價格 你就可以用EV5 是 好 謝謝浩生 我們帶來KIA EV5喔 準備在八月份的時候要量產了 不過距離EV5量產 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們就先來看看 距離我們最近的 剛才有講到CRV 在國產的地方 已經就是已經正式的上市了嘛 可是大家更關注的是 國產版本的Nissan的X-ray 聽說它三個編程出來啦 艾達 沒錯 這個CRV來說是在市場上 接受度非常高的商品 關注度也非常高 對 尤其是它這個七月份的時候 大概銷量完全就 讓位出來了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在等待說 那它八月份開始 正式開始交車之後呢 會一口氣冒出多少的交車數量 其實現在前線的訂單 可以說是滿滿滿的狀態 但是就像冠儀所說的 在國產的這個 百萬中型休旅車上面 還有一個商品 是更受到大家期待 就是Nissan的X-ray 其實X-ray之前才進口的方式 是導入了e-power的這個車型 也就是說它是一台自帶發電機 在車上的電動車對不對 沒錯 好 那現在國產的X-ray就是 變成燃油車型是不是 1.5升渦輪增壓引擎 聽起來好像很魅對不對 再加上我們知道 X-ray 1.5升的渦輪增壓引擎 會配上的是VC Turbo 也就是可變壓縮比的引擎 所以它的馬力會來到204P 以及30.6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剛剛冠儀提到三個版本 其實這個是未經證實的小道消息 就是車友們都很厲害 前線已經傳出來了 所謂的這個國產版的X-ray VC Turbo 1.5T渦輪增壓 還帶神二福微油電 有三個版本可以給你來選擇 那當然一切得要依照原廠公布為準 現在我們只是偷偷的告訴你 有經典版 有領航版 有旗艦版 你一聽好像 這沒錯啊 這是你上的做法 沒錯啊 你大概就八九不離十了吧 好 這三個版本其實都非常厲害 通通都是前驅平台的一個動力輸出 而且平均油耗來到的是 每公升汽油十六公里 算是很不錯的一個油耗表現 最重要的是啊 它全車系啊 標準配備是Level 2等級的 Pro Pilot自行安全系統 光是這件事情啊 這CRV可能就有一點點 覺得想要落淚啊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是有差距的 好不好 不要講這麼多 這個Level 2這件事情啊 其實Excel的全車系也是三個 這個等級 就包含了經典入門的這個 經典款的車型啊 其實通通標準配備 十八吋的輪子 夠大了吧 然後呢 甚至前面的擋風玻璃 兩側的玻璃 都是雙層隔音玻璃喔 用到什麼高檔式 三滴紓壓座椅喔 等等對不對 所以這些東西 這些設備規格 在Nissan的這個品牌上面 其實是備受到消費者 青睞的一些規格配備喔 對 那所以在選擇上面 你會覺得 如果價格出來啊 相距不遠的話啊 很多人我覺得會 改頭向這個 X-Trail的一個懷抱啊 大人說光那個 Nissan的競速性是不是 是 光Nissan的寧靜度 光Nissan的舒適程度 光它現在高科技的VC Turbo 12V的微油電引擎 再加上那個 Propiler的自行安全系統等等 這感覺起來啊 整體規格啊 都比起競品來說 應該是高尚一階的一個感覺 對手累 真的 我覺得對手 對手累了 對手說實在真的有點累啦 如果說對手沒有 Honda這個品牌的光環 沒有CRV這三個字的光環來說 我相信其實會是 經營的相當辛苦的一個比較 不過這個在三個等級裡面 這個只有中規版以及高規版 有數位儀表 有12.3這種大螢幕 有Apple CarPlay等等 如果它入門版的這個等級 就是只有七吋的一個螢幕啦 但是這個我覺得 反而更加的務實一點對不對 如果有更便宜的一個這個價格 你當你嫌這個錢 很多沒有力量花的話 那我會覺得你可以買它那個旗艦版 還有BOSS音響 是不是 你說這個配備有沒有很滿 超頂的對不對 我覺得針對這個級距的買家來說 它是很合一的 聽起來真的好香喔 你上XRAL的國產版本 不過艾達 如果說直接問事的時候 大概什麼時候啊 什麼時候就現在 還不能告訴你啦 我說第四季嗎 今年有 我想看到 就今年一定會看得到 太好了 不過CRV搶先啦 我就先上市啊 先搶再說是不是 大家都想說 國產的這個CRV啦 還有XRAL都已經有動作了 啊Mitsubishi的Outlander呢 怎麼都沒有聽到有動作 結果有動作的 竟然是它另外一款的 長青車款是什麼呢 是的 它就是 我們熟知的Zinger Zinger啊 對 反正是同集團啦 除了這個有XRAL之外 中華汽車在這個玉龍集團底下 中華汽車 它的Zinger也要推出它的大改款 對 這台車其實我對它 有一點點感情啦 最主要的是它的前身喔 是Free Car 我們知道Free Car 那時候都還掛 米珠比奇的牌子 但後來到這個Zinger之後 它就改名了 就改品牌名稱 就是由這個中華汽車 就改叫中華 那也是一個 對中華汽車也是一個 滿大的一個幫助啦 是 那我剛剛說為什麼會有一點感情 是因為我入行 二十幾年前入行 第一台試的車就是Free Car 對 然後Zinger呢 其實也是銜接了 這整個Free Car的設計概念 衍生出來的車款 那我們其實已經確認 中華大改款的Zinger 是在十月份左右會上市 那重點是什麼 這台車換上了一個 全新的1.5Turbo引擎 對 那這個不是VC Turbo 不是剛艾達講VC Turbo 它可能 據了解 可能會來自於這個東南汽車 它旗下的一顆1.5引擎 但是呢 馬力呢 立刻就提升到 一百七十六匹左右 扭力也到二十四點多公斤米 那跟相較於之前 現行的這個Zinger 2.4自然進氣引擎 都滿多的 而且睡智上面有差 對 睡智也有差 它才2.4要多少睡啊 對啊 很辛苦啊 然後它的馬力又不夠 一百三十幾匹 扭力二十出頭 就是很自然進氣的一個設計 那現在新的 除了有一個這樣的Turbo引擎 還給你八速 不知道是手自排的自排 可能八速的自排變速箱 這樣子一個搭配 在動力系統上面給 這個不管是客用或是商用 有更大的信心 精臟底子很棒 那你可能會覺得 市場有這麼多休旅車了 那它優勢在哪裡 Zinger 對啊 好像等級啊 或者是車型好像不是那麼高 它幾乎沒有對手啊 因為它沒有拿來用商用 這款車我剛剛講 跟Freecar承接下來的 它一直在強調什麼 轎車SUV 然後再結合 相式休旅車的機能 對 它有這樣的一個設計 最主要是什麼 它的優勢是價格 Zinger現在2.4的頂級 才大概八十萬左右 八十萬 這麼大一台 是啊 所以 大改款的價格 我認為啦 也不會拉得太離譜啦 一定會高 因為它有新的動力 又是Turbo的 但是你可以發現 Zinger現在看 路上的能見度就是很高了 是 那不論就是對於這個 多人承載的客用 或者是你對這個載貨 需求的這個商家 這台車都很適合 那其實我們拿去露營 或做露營改裝 Zinger可以考慮一下 對 而且之前啊 我們節目是不是有來一個 那個Zinger車主 破一百萬 百萬公里 好可怕喔 結果車還在開 而且這個車還頭好壯壯 所以可見它的耐用度 值得這個台灣消費者的肯定啦 但如果你不喜歡那種 在馬路上啊 聽個紅綠燈 就跟大家一樣在車聚的 你喜歡有個性的選擇的話 來看看這款法系的修旅車 竟然好像要轉型了 是吧 對 這就是我們大家熟悉的 Pajodo 3008 那 OK我們先 其實它再早先 我記得一兩個月前 它先公布了它內裝的照片 那光看這內裝照片 大家都為 眼睛為之一亮 當然它是所謂的 他們自己家族最新的 虛擬數位化的價值的這個界面 但是呢 我一看這個 就覺得法國人 真的很會設計內裝 但那這個不就是 現在時下流行的兩個雙螢幕嗎 對 雙螢幕沒錯 但是這個螢幕它說幾吋你知道嗎 二十一吋 你的意思是說 它是從這邊到這邊這樣算的嗎 對 沒錯 一定是這樣 你看雙B 冰刺 它說我兩個是十點二五 它會強調我兩個 各自的尺寸是多少 沒有 這次我就跟你說 我是這個東西 我是一個大螢幕 原來我誤會它 我以為它是兩個拼起來的 對 然後你覺得它很多 比如說法國的時候是這樣 它很多造景 你知道嗎 就是它 你看它的 你可以看出來它的儀表台 會比較往前伸 濕到一點我們車室的空間 它也許就覺得 我寧願犧牲一點車室的空間 但是這個造型這件事情 我不能做妥協 這一直來我真的覺得 補救的內裝是一個很大的 就每次看都是個亮點 然後 譬如說你現在看到雙B BMW 冰刺 它的內裝家族風格 大概就是那樣子 老實說你少一點經驗 哇 那種 讚嘆聲出來 沒錯 可是補救真的不一樣 跟這個我們最近才 國內才上次的408相比 它又帶來完全不一樣的風格 在這邊 是 我覺得 其實造色的理念應該就要這樣 不要每一台就長一模一樣 是吧 有時候你真的開了車門 你沒看外景 不知道這到底是哪一台車 沒錯 真的 就它少一點經驗的感覺 當然也許成本會比較高 因為它共用的東西 零件會比較少 但我覺得就是法國人 沒錯 美型是放低 縱使它是休旅車 可能會稍微影響到一些 測試空間 但沒關係 不要犧牲太多就好 美型一定非常重要 好 這個內裝 一開始公布官方照 就讓我們非常非常驚豔 那這是外觀 外觀其實這是一個批過的 就是想像中的一個樣子 但為什麼會照這個方式想像 因為其實國外的這個測試車 已經被這個抓到 看到了 那很大的亮點是在於 大家發現這個測試車的 這個C柱的曲線 非常非常傾斜 跟現在的3008外圓不一樣 目前3008看起來 它是比較純正正統SUV的感覺 對 比較後面的線條 比較方正一點 但這個3008的這個間諜照 測試車一被看到都發現 其實它有點類似走 這個Coupe Like 比較跑旅的風格了 講到這個好像2008 3008 5008 都沒有那種Coupe Like的對不對 鞋背的 對 沒錯 它會覺得好像是 譬如我們新世代的產品裡面 第一個會走的所謂Coupe Like 然後也跟現在3008比較家庭化的 一個印象顯然不同 那就以 所以它外觀最大重也會在這邊 那當然頭尾的設計 我覺得很清楚 它應該是融合現在408的一個設計 包含旅圈其實也是408高階旅圈的 一個款式在 所以其實我覺得 它的這個可信度算是非常高 當然一些細節一定會跟 最後實際公布的不一樣 那目前它看起來最快的這個 正式發表時間應該在9月 那我相信明年應該是 明年下半年應該是有機會 在台灣見到這台車 那動力選擇量是非常的多 不管是1.2的渦輪三缸 或是這個輕油電 甚至是純電的車型 都會是在動力選擇 那非常期待它最後亮相的時候 到底是不是真的那麼的帥氣 了解 好 謝謝小鐘 不就3008如果是鞋背的版本 你會不會期待呢 現在整個車台的趨勢 就是要這個CC數要小 然後鋼數也要少 所以有很多的這種大排量 或者是鋼數多的這種引擎 已經要成為絕響了 如果你這一輩子 還沒有擁有過V8 愛大說男人一輩子 都要擁有一台V8的車款的話 來 這一台Maserati Levante 要出最終版本的這個V8車款 對 還好我以前已經買過V8 因為現在V8越來越稀有 越來越貴 那比較便宜的V8 就是野馬可以買得到 不然其他的V8車型 哇 那個價格可以說是高不可怕 關於剛剛提到這個Levante 其實Maserati不僅僅是在 Levante車型上面推出了 最後的V8版本 它叫做Levante Ultima Edition 那這個車型其實同時 它有推出了Ghibli 334 Ultima Edition 那也就是說這個最終版本的意思 那搭載的就是這個法拉利的V8系統的引擎 也就是說其實跟它本來 這個Trofeo車型上面引擎 基本上就是同一顆 但是如果這個最終版本 就跟Trofeo一樣 那怎麼賣呢對不對 而且它有限量 以Ghibli 334 Ultima Edition來說 它只有限量103台 那Levante的這個Archima Edition 是限量206台 也就是說大概休旅車的車型 會比四門房車的車型 多出一倍的這個數量 但是206台啊 還是屬於一個很少的數字 來 關於我們剛剛講說 如果它跟Trofeo車型一樣 那還怎麼賣是不是 所以你想想看 它是不是要很多很厲害 很特殊的配備等等 沒有錯 它的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圖騰 塗裝 或是在內裝上面一些鋪陳 但是 不能選配 全部103台的Ghibli 334 跟206台的Lamante 就是那個規格 你能選的只有特殊色 只有車色而已 只有特殊色 所以變成說 它大家的等級是一樣綁在一起 但是我覺得這一點 非常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以Ghibli 334的Archima Edition來說 如果我有錢 我一定會買一台 為什麼 你知道 它的這個334代表什麼意思 叫做這一台車的 極速可以達到每小時334公里 這個比Trofeo的車型 快而更快的8公里之多 而且這個是創下目前量產的 四門房車的最高紀錄 因為原本量產四門房車 最快的是Bentley的Flying Super 是每小時333公里的時速 Ghibli的334 一定是贏過的 對 已經比它還要來得更快 你說開一步這樣子的車在路上 還不開心 有沒有值得收藏的價值 當然有嘛 對不對 是啊 所以限量 雖然只有一個一百多台 一個是兩百多台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擁有 比較親民一點的V8 剛剛艾達有點到了 那是美式肌肉車福特的Mustang啦 來看看福特Mustang呢 雖然說比較親民 容易買得到 可是這一隻黑馬 拜託 你即使買了之後 還不能夠上路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黑馬 對 那個去年 第七代Mustang上市的時候 在美國上市的時候 它就有分成三個車型 第一個入門版本 2.3的EcoVis 然後中階的叫GT 可是它卻額外多數一個叫做Dark Horse 那這一個Black Horse 那Black Horse這個車型呢 它就是黑馬嘛 那顧名思義 它是一個登峰造極的車型 當時在它的馬力數值 就已經有五百匹了 已經算是Mustang史上 最高的一個馬力數值 那這一次所謂的Dark Horse R 這個東西 它就是所謂的統規賽的版本 那既然它是統規賽 為了車主去參加比賽而升的車款 它當然不能上路 而且它還多了很多好調 當然它的好調並不是所謂我們舒適科技化的配備 像什麼儀錶板 Sync 4那些東西都拔掉了 但是它加了 比如說Sparkle賽車椅 Sparkle的快拆方向盤 然後甚至它在底盤的部分 它也做了許多的強化 包含可調式的琴角等等這些好料 還有所謂的改裝的排氣管 這等等強化它的整個內容 那包含變速箱公油系統都改變了 所以你可以想見它在馬力數值上 一定越過五百匹 那在這些種種的一個加持之下 它的售價真的是水漲成高 也是一個登峰造極的一個階段 就是我們講它的Duck Horse 在標準版本它是六點三萬美元 大概六點三萬美元 大概一百九十六萬八台幣 那如果是R的版本 它就是十四萬 十四點五萬美元 就是四百五十四萬 超貴 大概多了一點五倍 對啊 對 而且你還不能上路 所以你可以想見它就是一個 只能在賽道 有錢人的玩具 然後偶爾去賽道跑一跑 呸呸 可是大部分都停在車庫裡面 那當然這輛車 我們台灣當然是無緣見到 因為又不能上路 但是我們可以期待的就是說 最近的電動野馬 電動野馬的休旅車 最近上市了 那它的 因為其實野馬 面對未來的電動化趨勢 我們可以想見第七代車型 可能也是最後一代燃油的車型 雖然它還沒在國內上市 但是它預計不久 應該是明年左右 有機會導入在國內 但是電動化的野馬 休旅車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其實也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其實它在美國 獲得不少的評價 就是滿好的一個評價 銷售量很好 對 銷售真的很好 所以它也是今年 可以說是國內電動車界 最受瞬目的一個車款 那我們來看看在電動車的市場 像在台灣呢 如果講到豪華品牌的話 EA2B都有推出這種高性能版本 以及旗艦的電動休旅車 那麼EA2B呢 我們請小鐘幫我們來分析 哪一台才是你的新頭好呢 好 我們先列出來這邊 我們今天看這個螢幕 是有BMW IS 跟奧迪的Q8 E-Tron 那它IS 比如大家相當是比較熟悉的 一個面孔了 那它價格大概從4050 到最高貴的M60 價格大概是336萬 然後436萬 跟最貴的638萬 OK 那其實奧迪這個Q8 E-Tron 它是剛好是小概括 那其實目前在七月初才發布 這個預售的一個資訊 台灣目前預售的 那它還沒公布小概括 你之後的這個車型的編成 跟實際的價格的區分 但它告訴我們一個價格區間 就325萬到395萬這個區間 還滿便宜的啊 對 所以它會是 如果依照這樣子比較的話 對 沒錯 然後它有一個亮點是 當然因為它加入這個 有點證明 一開始是所謂只講一錯 那它把它現在 小概括之後加入Q8 就稍微證明一下 知道它這個車系的一個定位 到底在哪裡 然後外觀內容當然就是 一些小幅度的修飾 那我覺得最大的亮點是 它把這電池的容量增加了 它動力的設定一樣 會有501的Quattro 跟55的Quattro 那這個電池容量 從原本小概括之前的 71度跟95度 小概括之後加大到 95度跟114度 所以明顯加大不少 114度 對 最高規的55的Quattro 的話是114度電 那現在目前台灣電池容量最大的 其實應該說 之前是賓士啊 應該說只要是破百的 我覺得都很厲害 都很大顆 對 是 沒錯 然後也因為電池容量加大之後 那其實德國原廠公布 他們的最大續航力 可以到600公里 所以我覺得這會是一個 小改款的E-Tron 它證明到Q8之後 在電池容量增壓的情況之下 續航力也增加 會是一個比較大的亮點 好 我們再看其實最大的 最值得介紹應該還是這兩 賓士這兩台新秀啦 然後最近才剛正式發表 分別是EQE的SUV 跟EQS的SUV 那EQE的SUV的話 它價格是358到465 事實上就有兩個車型 這個入門的350 跟最高規的AMG43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500萬裡面 買一台所謂正統的 高性的SUV的話 應該看起來 目前就是EQE的43 AMG的正統AMG車型 這是最值得去做推薦 馬力有476匹 那當然啊 其實我相信銷售主力 還是在於350車型 入門的358萬 那EQS這個SUV的話 它的價格 因為它動力規格設定比較高 就是450的一個設定 馬力很大 那價格也來到603萬 聽起來很貴 明顯高過於這個 接近iX的這個 高性能版的M60 那它並不是性能版本 那可是它亮點在哪裡了 它是七人座 說到七人座純電SUV 當然我印象中我會想到Model X 但大家如果也知道Model X 它車子很大沒錯 但事實上它第三排的空間 有夠小的小 對 它有點類似 在我設定裡面 它有點類似5加2座 所以如果現階段你要強調 我一定要圓我一台 所謂的5米1 超級大型的SUV LSUV 然後是純正七人座的話 這個EQS的SUV 是唯一的選擇 所以看起來其實 在賓士心的這個SUV的電動車裡面 它的產品的設定 還滿明確的 還滿值得期待 它之後在這個銷售量的表現 了解 好 謝謝小鐘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你已經準備要進入 純電的時代 而且又喜歡豪華品牌的話 這些休旅車 的確是滿適合一般的使用 包括家庭來使用 但有很多喜歡戶外露營的 這種Outdoor Car 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現在電動車 都不出這種所謂的露營車 沒關係 我們稍微再等等 當然明年很有機會 可以看得到純電的這種露營車 我們就先來看看 你喜歡Outdoor Car的話 你喜歡露營的話 其實也有在遊車的部分 也有很好的選擇對不對 是 我們講到露營車 第一個想到是什麼 你說中華的A80嗎 當然不是 我想到福斯 我們都會想到福斯相侶的 它的T型的 California 對不對 因為其實每一個人 就是有家庭的 像愛大 或者是這個 那就是在場的四位 都很想要有一台露營車 沒錯 有沒有買那是一回事 但是都有那個憧憬 坐在露營車上面 帶著全家出去車速 露營那個感覺 真是好 捷牛排 對 那現在 捷牛排 現在要講到的是誰 想到的是福斯相侶 他推出了 就最近才推出了 新年式的T6.1 California 我們知道這台車 之前缺車缺到爆炸 真的 那現在趕快 又新的EP貨進來了 那T型這個休旅車一直是 對不起 露營車 一直是這個露營車速族的最愛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這種想像的這個空間 那這一系列的露營車 一直都有具備什麼 很完整的露營設計 車床 上下臥鋪 車頂又可掀 側邊障 小廚房 有些比較高階的車型 還有住暖等等的 那很多玩家也會進行 對自己的車子 在做這個改裝 因為它就像什麼 其實這種車子就像是一個 移動的客廳 移動的睡房 它就讓你能夠在這個地方 你自己去設計 又有一個最棒的一個享受 那這一次新增的車型 這就是T6.1 California 它是新增了Beach Style 跟Beach for Motion 這兩款車型 因為之前Beach一直在缺貨 他們都只供這個Ocean 那這兩款車型 還有一款就是Ocean for Motion 就是它的頂級車款 我們剛剛講Beach是海灘 Ocean是海洋 海洋會比較大一點 那新的這個年式的車型 裡面包括什麼東西 剛剛講到的 車側的遮陽棚 外接的充電接頭 這超好用 尤其是在露營 然後手動液壓升降的車頂帳篷 含這個上下雙人臥鋪 Ocean的話是什麼 就是手 電動的 我剛剛講到這 其他的車型是手動的 然後全車的遮陽簾 摺疊桌椅等等 還有小廚房 流理台等等 它通通都一應俱全 那它動力是用什麼 動力是用2.0 就是我剛剛講的三款車型 動力都是用2.0TDI的柴油引擎 不過在Beach這個車型上面 它會比較小一點的動力 它的動力大概是150匹 扭力34.7公斤米 但是Ocean的車型上面 它就拉高了 它就拉到204匹跟45.9公斤米 這樣輸出 同樣都是配七速的DSG 雙離合器自手排系統 那安全上面也很棒 那它所有的這個iQ Drive上面的系統 那基本上 就不是全部都有啦 但是基本上 該有的它都有 ACC等等的 還是會給你一個很好的 主動的安全設計 那預售價從255.8 一直到355.8 這應該也要等很久喔 它至少比之前要可能稍微近一點 那現在剛出來 那個喜歡修露營車的買家 要趕快著手 但我們也很期待 T... 用T7世代Multifan為基礎 這種車型為基礎 出來的California車型 對啊 T7為基礎的California 想到這個露營車裡面 你不可以 就是不只可以邊走邊玩 同時也可以邊睡到哪裡 你覺得這邊很美 你就直接把它當成一個 就是一個房間 你就可以睡覺了 大家是不是心裡 已經開始充滿了想像呢 好 現在晚上開始 就在想看了我們節目之後 想說明天呢 週休二日 你到底要去哪裡玩 如果你還沒有想法 沒關係 跟著Ada一起這樣玩 這台車貼地性真的是超棒的啊 跟各位觀眾朋友報告 我個人其實滿喜歡錄影 但是我都帶了老婆孩子 今天難得可以單飛 還不用搭帳 難得可以單飛 難得可以單飛 乾杯 馬上就要來到週末假期了 再忍耐一下 工作一會兒就可以放假出去玩 想好要帶老婆孩子 還是女朋友去哪邊度假了嗎 來... 我現在分享給你們一個 現在最熱門的這個露營行程 叫做豪華露營免搭帳 就在距離台北不到兩個小時的車程的 新竹縣古豐鄉啊 但是我們在前往營地的同時呢 先得要找一部車 這次呢我選的是 Volce Viggen的T-ROCK 330的R-Line Performance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跨界小休旅啊 是非常適合我們在台灣所駕駛 而330的R-Line Performance呢 也有相當足夠的動力性能啊 雖然它上面還有一個小哥哥 叫做T-ROCK R 但是我覺得T-ROCK 330的R-Line Performance 已經夠你使用了 因為它配置的是一個2.0的TSI渦輪增壓引擎 同時這一具變速箱啊 配置的是一具七速DSG 雙離合器的自首排變速箱 你說它到底有多強悍啊 其實以動力性能來說啊 它已經具備了有 190匹的最大馬力 以及32.6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當然這32.6公斤米的最大扭力呢 在引擎轉速1500轉到4100轉之間 都可以輸出 這有什麼好處呢 包含你市區的低速行駛 包含你的紅綠燈的起步加速 包含你上山爬坡緩行的時候 都可以給你最大的動力輸出 那為什麼我說它已經堪稱為 剛炮等級的CUV 因為它的零擺加速只要6.8秒 而極速更是來到218公里啊 雖然它是一個跨界等級的CUV啊 因為它的車身值嘛 總長只有4米25啊 所以算是車身零巧好停車 穿梭都會區非常的方便 但是軸距也來到了2594mm 所以前座後座都可以說是相當的舒適 尤其現在的跨界修理之下 很少有這種鞋背式的跑格設計 和這樣子的一個鞋背跑格的設計 你可以發覺在這流線化的外觀上面呢 真的是相當的好看啊 另外原廠標準配備就給你的 19寸的旅圈以及跑胎啊 那我覺得這台車相當的高階 因為呢它有標準配備了LED MATRESS的矩陣式頭燈啊 包含了全天候的照明燈 兩側的角落照明 DLA的動態頭燈自動切換系統 尾燈也是一樣動感的熏黑LED啊 那麼在前往營地的途中 我們要先走高速公路 再來走三路啊 可能在一進入營地之前呢 有一段飛撲撞道路 都可以好好的來體驗一下 福斯T-ROCK330R-Live Performance的性能啊 現在在高速公路上面 雖然我們遵照法定限速行駛 沒有犯法啊 體現最高時速218公里的性能 但是我們可以好好的使用 IQ-DRIVER的智能駕駛輔助系統 其實像我現在呢 已經一鍵啟動了ACC 主動式固定車速徐強系統啊 那當然我只要設定好了 這個跟前方的車距呢 我就可以很輕鬆的駕駛這台車前往營地啊 當然IQ-DRIVER是一套非常完整的 智能駕駛輔助系統 因為它包含了ACC主動式的固定車速徐強系統啊 另外它也有所謂的前方碰撞的這個預警系統 當然AEB的自動緊急輔助剎車 都是標準配備啊 另外其實你看我有時候偷偷的放了一下雙手 這是不可以的啊 但是因為 它有整個車道維持以及偏離警示系統 而且包含了修正輔助的功能啊 這一點啊 讓我覺得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駛是 非常的貼心以及放心啊 另外兩側都有車道盲點警示系統啊 RTA的後方橫向車流警示系統啊 這台車也非常適合你太太看 因為它也有 自動停車輔助系統 欸 攝影大哥我們是不是要下祖北交流道 喔 好好好 來來來 趕快靠邊下交流道 等火喔 離開了高速公路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新竹縣的五峰鄉 在這個蜿蜒的山路上面呢 其實我們離營區越來越近喔 一台車的底盤懸吊系統就非常的考驗喔 以TROC 330 R-Line Performance來說呢 它前面的懸吊系統是前脈花承 後面則為獨立式的多連桿懸吊 同時前後都附有防輕感式的設計 所以其實你看我們在這樣子一個山路上面的操架 算是輕鬆血液 尤其是R-Line Performance 還有專屬的運動化懸吊系統 整個車身啊降低了10mm 當然在山路上面你就會覺得 哇這台車的貼地性真的是超棒的 另外必須一提的就是 廚師的TROC 330 R-Line Performance 也標準配備了動態齒比的轉向系統 什麼叫做動態齒比的轉向系統 也就是說它會根據我們整體的行車狀況 來動態的調節整個轉向 降低方向盤的轉動圈速 也就是說呢在我需要的時候呢 我只要輕輕的轉動方向盤 前輪就可以有更大幅度的跺腳指向 你需要大幅的轉動方向盤 就可以呢來攻克這樣子的彎道 接下來好像要進入到營區的入口了 哇這段路啊看起來 好窄喔 水泥的耶 哇有部分還沒有鋪裝 好好的來體驗一下 上方向盤 Jaar 經過了將近2個小時的車程 我們終於來到了 新竹縣 五豐江位於山谷 Country秘密小鎮 剛好現在看到了Volkswagen T-Family車子 在這裡展示其中一台 就是今天我們所駕駛的T-Roc車型 當然觀眾朋友們 你可以看到T-Roc車型 上面安裝的車頂架之後 也可以延伸出非常不一樣的擴展性 當然你看到的 不管是T-Guang 不管是T-Roc 或是T-Roc 以及T-Guang的All Space 都可以滿足各個不同家庭的需求 接下來來到了這個 位於山谷內的秘密小鎮 你可以聽到 蟲鳴鳥叫 接下來我要帶大家到我的帳篷去看看 因為這是一個懶人帳篷 我自己不用搭帳篷 只要背著包包 就可以享受 兩天一夜的露營樂趣 我們的帳篷是在A區嗎 A幾 A4來到A區了 1 2 3 4 OK我知道了 A4就是我的帳篷 觀眾朋友們 來到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看到 每個人都有一個漂亮的帳篷 而且在帳篷的門口 還有焚火台 有充氣的沙發 這個時候就是來放空最好的享受地 攝影大哥 你的器材 人家都幫你送到位了耶 是不是 換好拖鞋了 真的是一個享受大自然的獨處時刻 跟各位觀眾朋友報告 我個人其實滿喜歡露營 但是我都帶了老婆孩子 今天難得可以單飛 還不用搭帳 難得可以單飛 難得可以單飛 你想要體驗這樣子 免搭帳的豪華露營行程 來…跟著我看一下帳篷裡面 有什麼好東西 打開這個帳篷 你會發覺裡面有兩張 習夢斯等級的充氣床墊 而且這個是可以睡下四個人的 也就是說帶了老婆孩子 兩大兩小 綽綽有餘 沒有問題 當然這個充氣床墊 軟硬度還可以自己調整 所以你在裡面想要睡軟的睡硬的 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最好的一點就是 第一個不用搭帳 所以不用擔心收帳的問題 第二個你裡面已經準備好了床墊 跟睡袋跟枕頭 我覺得這是所謂的 免搭帳豪華露營區 最開心的地方 接著下來 其實在這個營區 還有一些很獨特的景點 例如說在恰恰飛鳥裡面 獨有的小溪河畔 走 OK啦 當然這個園區 除了可以讓你享受大自然 享受芬多星 享受這個蟲鳴鳥叫之外 當然也有一些屬於成人的放空行程 因為它竟然有一個露天的酒吧 哇 真是太high了 走 我們來喝一杯 哇 我看到酒吧了 而且正面的小溪 真是太浪漫了 這邊今天竟然還有手做披薩的體驗 但是不行 我一定要先喝一杯好好的放空 哇塞 這個酒吧就位在河畔了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個 荷郎酒吧的概念 當然有咖啡有花茶 也有這個氣泡飲 當然你要喝酒也是沒有問題的 我剛剛點了一杯百香果氣泡飲 正好可以清涼一下這個內心的火熱 謝謝 謝謝 我終於拿到我的百香果氣泡飲 接著跟著我們的鏡頭 一路來到了溪邊 看一下這沁涼的溪水 搭配著冰涼的氣泡飲 你的內心該會有多開心 下面已經很多人了 哈囉我的朋友 我拿的是百香果氣泡飲 哈囉夢想見 我們是希望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乾杯 好 離開城市來到戶外 與家人或是三五好友 踏踏溪水舉杯共飲 在這個溪旁的帳篷前 升上一盆炭火 今天這兩個地瓜呢 包一包就是我跟攝影大哥的宵夜 非常非常的開心 我想呢 好燙喔 如果有機會呢 我想帶著家人 一同來享受大自然 這是最開心的事不過啦 下次我再帶你們去別的地方玩 現在我得烤烤我的棉花糖 好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